在今年的CS上 AMD高调发布了锐龙8000G系列桌面GPU 具体的型号一共有4个 分别是锐龙78700G 锐龙58500G 锐龙38300G 还有我们手上这颗锐龙58600G 这个处理器采用了AMD最新的正式架构 台积电4nm制程工艺 内置了6个核心12条线程 主频在4.3-5.0GHz 22M的缓存 并且自带一个RDA3架构的核显 Radeon 760n 它有8个计算单元 主频在2.8GHz 相比起规格更高的8700G 少了4个计算单元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 8700G和8600G 是本次发布的新屏里 为2两款内置了NPU的处理器 这枚专注于AI运算的神经网络处理单元 采用了XDNA架构 主频为1.6GHz 有16Tops的算力 这对于一些本地轻量化的AI运用来说 也算是一大利好 并且随着之后 无音12系统的发布 这类应用应该会越来越多 AMD这波也算是提前布局了 除此之外 它的TDP设计为65W 并且盒装附赠官方幽灵散热器 在了解了8600G的基本情况后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测试完结 测试平台方面我采用的是华硕 ROG STRIX B650A GAMING WIFI吹血主板 搭配8600G来进行测试 板子非常酷炫 用料十分豪华 并且自带DPHDMI接口 对于8600G这种自带核显的APU来说还是相当合适的 散热器方面我们选用的是九州风神的AK500S数显板 这个散热器做工给人感觉还是相当扎实的 并且它的顶部还有一个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CPU的温度和占用 这个倒是挺实用的 迷存方面 我选用了两条影驰的Hoff Pro DDR5 7600MHz 16GB的高频条来与值搭配 高频低时序 方便在不同频率下进行测试 本次测试我们就将频率锁定在了比较适合AMD平台的6000MHz 更多测试平台的相关信息请大家参考这张表格 先来看理论性能测试 8600G CPU-Z的单核跑分为675分 多核为5532分 Cinebench R23单核跑分为1744 多核为13785 对比竞品 13400在单核方面更有优势 多核方面则有一定差距 这一点在更考验整体核心性能的3DMark Time Spy 和Fire Strike Extreme中表现更为明显 考虑到13400有10核16线程 而8600G只有6核12线程 这样的结果倒是不让人例外 3DMark CPU Pro-Fi测试 则更好地佐证了这点 单线程测试中 8600G拿到了996分的好成绩 领先13400 13% 而在多线程测试中则被慢慢地拉开差距 以前只听说Intel单核比AMD强 AMD靠多核取胜 现在倒是反过来了 AMD单核性能已经可以秒杀同价位的英特尔了 这对于一些吃重单核性的利用来说 算得上是一大利好 再来看看核显的性能 8600G在几项3DMark基准测试中 可以说是碾压级的存在 Time Spy得分来到2632 而此次代酷睿目前搭载的最强核显 UHD 770也只有760分 Fire Strike得分为7807 三倍碾压于竞品 甚至已经超过了入门级显卡 GTX 1050Ti 再来看游戏方面 8600G的表现同样给力 1080T分辨率下 Syber Pank 2077 低画质也能有个41帧能玩的水平 古墓丽影暗影 低画质能跑满60帧 刺客信条 英灵电和孤岛禁魂6 低画质预设下 也都是能玩的50多帧水平 撒手山和GTA5表现就更好一些 特别是GTA5 曾经的显卡杀手 低画质1080P 核显也能跑个近百帧了 感人肺腑了 对比UHD 770 就更不在话下了 即使是秒掉1050Ti 也没问题 再来看AIGC应用方面 目前很多朋友可能都还认为 Stable Diffusion等AIGC应用 是高端独立显卡的专属 其实核显也能玩 在部署好SD环境之后 我们来渲染一批 关于星际航行的图片 在迭代部署为40 采样方法为DPM 分辨率设置在512x512 总批次为10次的设置下 使用8600G的核显 总耗时也只需要3分02秒 即可完成 速度大概为2.8ATS 等于ONX和微软Oliver的加持 使得AMD的核显 在Stable Diffusion应用中 也能大放异彩 而功耗方面 8600G的CPU加核显 双烤机功耗 大约只有130W左右 此时的平台功耗 大约在190W左右 并不算高 搭配一枚350W以上的电源 就绰绰有余了 温度方面 在使用九州风神的AK500S散热器 烤机半小时左右之后 CPU的温度基本维持在了87摄氏度左右 还不错 没有撞到温度强 作为200元的风冷来说 表现还算给力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款新优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目前AMD605 8600G的首发价格是1749元 31号当天的优惠价是1699元 对比目前盒装售价同样是1699元的 13400来说 数优数略 想必不用我和各位多说了 反正我是愿意牺牲这点多核性能 来换取三倍的核显性能的 并且31号上市当天同步更新的正式版显卡驱动 还可以让8000G系列桌面截PU 支持AFMF功能 又是一大利好 此外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 一枚8600G搭配主流的B650主板 再加两根16GB的DDR5内存 和1TB的MSSD 然后再配个200元以内不太贵的风冷散热器和机箱 外加一个小500瓦的电源 总价不超过4000元 再扣扣缩缩一点 简配一下主板和内存 还能再省一笔 如果你现在对玩游戏的需求不高 只是想攒一台价格合适的普通主机 来办办公上上网 看看电影等轻度娱乐的话 那么这套配置完全是可以满足你的诉求的 甚至还能玩一玩 时下最流行的Stable Diffusion 选选图 并且首发的这4款8000G APU中 我更推荐大家购买内置NPU的8700G和8600G 毕竟Win12马上就要来了 提前准备一颗内置AI芯片的CPU 对以后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AMD锐龙5 8600G 新品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还算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点赞投币三连支持我们吧 这里是知了3C 我们下期再见